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就比较大的记忆难度 就知识毕竟比较多 体验调节中涉及到激素种类比较多 然后不同的激素的功能也是比较繁杂的 所以记起来大家可能会面对一些困难 怎么去记呢 大家需要按照我们上课所提到那一层逻辑关系 不同的激素具有什么样的调节的原理 根据功能的差异分成三大组 分别包括平衡调节组 生长发益组和分级反馈组 这几组的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可以更好的去梳理不同激素之间的功能 让大家理解的更加深入和透彻一些 像甲状线激素在三个功能里面都有所出现 但是有不同的侧重点 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理解激素 这就通过几个不同提琴的分类 对这块知识进行一个梳理和巩固 整体题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我们通过题目进行查去补诺 看一下这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第一种题目 第一种题目实际上就是体验调节的发现 这里也描述了关于沃森 沃泰默 怎么提到沃森呢 沃泰默 斯大林 贝利斯他们几个人的实验 注意他们的实验 其实不仅仅是实验的结果和结论比较重要 而且实验的设计 实验的对照的分析和变量的分析也很重要 这里我们来看几个题目 怎么去考察这个知识点 第一小题 现在有关处一页素和一页的描述 错误了是注意 处一页素和一页是两种完全完全不同的东西 处一页素是由小肠黏膜分泌的 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动物的激素 可以通过体验运输 使用一线 让一线去分泌一页 一线是通过外分泌一线 通过导管来分泌一页的 它是一个消化液 跟这个条件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大家注意这两种不同的物质 那么错误的是N选项 错一页素 作为一个激素 当然通过血液进行运输 运输给一线没有问题 并且像一线分泌的一页是一个消化液 里面有什么蛋白酶等等一些酶 可以催化蛋白质的分解 可以促进小肠消化食物 没有问题 C影像 盐酸可以进入一线 促进醋一叶素的产生 注意 盐酸能进入一线 促进醋一叶素产生吗 这是沃泰默的一个假说 沃泰默觉得 盐酸可能是一个信号分子 可以调节生理过程 但实际实现中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但盐酸通过血液的运输 运输给一线之后 没有任何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盐酸不是这里真正的信号分子 盐酸上刺激了 促一叶素的产生 促一叶素才是一个分子 盐酸不能传递这样的信息 所以C是错的 答应该选C 第二点像 盐酸引起一线分泌液的过程 包括T液调节 这里面促一叶素 需要通过T液语出 自然就是T液调节的一种类型 所以D是没问题的 答应该选C 第二题 接着关于促一叶素的发现 过程及作用的去数 不正确的是哪一个不对 A选项 沃泰默的实验假设是 胃酸刺激小生的神经 其实沃泰默还是认为 这是一个弯固的神经条件 它在清除神经时 清除的不够彻底 所以依然是个反射活动 依然是神经调解过程 所以刺激神经 神经将线份传递给一线 十一线分泌液 沃泰默这个假说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沃泰默的假说 后来通过别的实验进行否定了 这个题 关于醋液素的发现 沃泰默的假说没问题 所以A还认为它对 B现象 斯大林和贝利斯 他们的实验结论 是在吸盐酸的作用下 小肠黏膜 产生醋液素 引起一线的分泌 这个也没有问题 小肠黏膜是一个内分泌线 分泌了醋液素 这样一种激素 引起相关靶器官发生生理效果 B没有问题 C现象 醋液素人们发现 由一线分泌的第一种激素 这就不对了 醋液素是作用于一线的 一线上的靶器官或者靶器包 但是它本身是有小肠黏膜分泌的 所以C错的蛮明显的 它的发现 是人们认识到激素条件的存在 这是对的 在醋液液素之后 又发现了十多种不同的激素 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 那么第一眼下 沃泰默的实验中 对照组排除了盐酸 最用一线使其分泌一叶 在沃泰默的实验中 盐酸这一组处理 确实是没有出现 使一线分泌一叶的行为 所以排除了盐酸的作用 现在关于科学实验中 实验不符合史实的 让这个题实际上比较综合 它包括了关于必修医的一些知识 大家看第一个A选项对吧 都是关于盐酸的 这个题实际上是考盐酸 盐酸的问题来A选项 将胶母菌放在实验项中 进行盐酸加水搅拌过滤 可以得到发酵液 来的学生们发酵煤 注意在必修医学发酵的时候 是一种无氧呼吸的方式 可以把葡萄糖通过无氧呼吸来 获得酒精 这是所谓发酵的过程 发酵的本质跟酵母菌有关 但是不是由酵母菌直接发酵的 是由酵母菌细胞内部的酶 来进行发酵的 所以当你把酵母菌破裂 把内部酶释放出来的时候 它确实可以促进这样一个 发酵的进程 确实应该包括一些发酵酶 A没有问题 第选项 用菠菜叶片进行研磨过滤 绿叶中含有光合色素 这个也是对的 就是叶片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 里面的叶肉细胞 含有叶绿体 我们使用二氧化硅和碳酸卡 进行处理 进行研磨的时候 可以把色素给释放出来 没有问题 这个D也对 那么BC就是和这节课有关的 比如一样 刮下狗 小肠黏膜与盐酸混合 混合中进行研磨过滤 混合 那个月中还有醋液素 这个有没有呢 这个是有的 小肠黏膜是第一种内分泌性 它分泌的激素 是第一种被发现的醋液素 所以如果你把小肠黏膜刮下来 当然盐酸要刺激一下 它可以分泌醋液素出来 就可以获得醋液素 这个没有问题 而C选项 取新鲜的猪 一线 研磨过滤 烈液中含有 胰岛素 对这个C的描述呢 和B的区别在于 必有盐酸的处理 盐酸处理之后 小肠黏膜可以分泌醋液素 就是你研磨呢 可以获得醋液素 但C呢 大家注意 没有对一线做任何的处理 所以在研磨之后呢 并不能获得醋液素 这并不能获得液岛素 更何况呢 在这样一个研磨液中 含有大量的蛋白酶 蛋白酶可以水解 之前的液岛素 所以其实很难获得 液岛素 它第一 不分泌 第二 在细胞内呢 容易被蛋白酶所降解 所以C呢 是不能获得液岛素的 大家应该选C 这是第三小题 那第四小题 这个比较简单了 人类发现了 第一种基础就是 小肠黏膜分泌到 醋液液素 应该选D是吧 OK 这关于第一部分 关于实验的内容 这个实验 其实很难考到 特别复杂的实验 那我们可能能做到的 比较复杂的实验 是我们最后一个模块 会讲的实验分析类题目 那么稍后呢 再来看实验分析 对于和激素相关的 其他实验 是怎么样进行分析的 直观第一类 第二类关于 体液调节的原理和特点 体液调节 实际上通过体液经营运输 运输一些线号分子 进行调节 所以主要是 一些动物的激素 是用内分泌线分泌的 但除了激素之外呢 还有些别的物质 比如二氧化氮 比如氢离子 它们也能调节一些 代谢的过程 所以它们也是 体液调节的一部分 但主要呢 还是激素 激素怎么进行调节呢 这个第五题呢 就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 分泌细胞 这里指的是 内分泌细胞 不是外分泌细胞 它要分泌激素才可以 它能通过分泌的过程 能获得分泌物 这个东西呢 通过体液运输 运输给 把器官和把细胞 这样可以发挥生理过程 其本质呢 就是一个信号的传递过程 和神经那些本质是一样的 神经不就是 从感受器到消耗器吗 体液呢 就是从内分泌界到把器官 通过体液运输的方式 把信号传过去 它呢既不参与代谢 也不构成细胞物质 也不提供能量 对吧 它们只是呢 传递一个信号 是一个信号的分子 那么它说 下列系统正确的是 A原样 把细胞不可能是分泌细胞 哎各位 把细胞可不可以 作为分泌细胞 把细胞啊 这个这个内分泌线 那能不能作为 能不能接受 其他激素的刺激 来调节生理过程呢 大家特别熟的 那个分级反馈 把细胞不都是内分泌线吗 那比如说你看TRH啊 和TSH啊 和TH的关系 对吧 那么TRH是谁分泌呢 由下腔脑分泌 作用于谁呢 作用于垂体 作用于垂体垂体 那这样一个把细胞 不就是分泌细胞吗 垂体继续通过分泌TSH 注进TH的分泌 TH是由谁分泌的 TH是由甲状线分泌的 也是一个线体 而且TH啊 完事之后对吧 还会对他俩进行刺激 对吧 那他俩也都是 内分泌线分泌的激素 所以其实整个呢 都是可以作为内分泌线的 内分泌线分泌激素 可以控制别的细胞的代谢 他自己呢 也接受激素的刺激 调节自身的代谢 所以A呢是不对的啊 B件像 内分泌细胞 可能是神经细胞 同学们记得吗 哪一个细胞啊 就下丘脑的啊 神经分泌细胞 也叫神经内分泌细胞 那个细胞非常的神奇啊 它既是神经细胞 又是内分泌细胞 它既能传到兴奋 又能够分泌抗利尿激素 所以非常厉害 所以内分泌细胞呢 可以是神经细胞啊 当然其实也只有这一个例子 别的神经细胞都不能分泌激素 就只有神经分泌细胞 能分泌激素 分泌的是抗利尿激素 来思念一下啊 它说内分泌啊 分泌物在把细胞中起则化作用 这个形象其实不是特别好啊 我们认为其实这个激素 在发布作用时呢 可能在把细胞中起作用 其实也可能在把细胞外起作用 因为把细胞呢 它的受体啊 可能在细胞膜表面 也可能在细胞的内部 激素呢 可以在细胞膜表面和受理结合 也可能进入细胞内部和受理结合 都有可能啊 但这个C呢 它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个D错的太明显了 分泌物组成把细胞的结构啊 这个内分泌线所分泌的激素 能构成细胞结构吗 它是只是调节代谢的 并不参与代谢 并不构成细胞结构 并不提供能量 更不能催化反应的进行 所以它不能构成细胞结构 D错的分泌物组 所以这个题还是应该选 D 这是第五题 来第六题 接着关激素调节的叙述啊 正确的是 这是一个干领性的考察啊 说激素通过把细胞接受 并起作用后 不会被灭活啊 不能不灭活啊 如果不灭活的话 激素会反复传递信息 导致这样一个信息呢 出现紊乱 它在传递完信息 完成使命之后 是要必须被灭活的 有多种不同的灭活方式 但一定会被灭活啊 变印象 甲状腺激素 胰岛素和性激素 均衡通过扣服 来发挥调节作用 能不能扣服呢 要看这个激素啊 能不能直接被吸收 像甲状腺激素 是一个氨基酸衍生物 氨基酸衍生物 是个小分子 性激素是固醇 固醇也是小分子 且和细胞我们可以 相似相容 自由扩散进入细胞内部 它俩呢 都可以直接啊 被人体锁啊 吸收 不用经过消化 所以它俩可以通过 口服来发挥作用 但是啊 胰岛素呢 它是个蛋白质 蛋白质呢 会先经过消化作用 由于一个大的蛋白质呢 变成很多不同的氨基酸 氨基酸在吸收进入体内 那氨基酸是不能发挥 调节作用的 蛋白质才可以 所以呢 它是不能直接口服 它必须要经过注射 不过最新的技术呢 表明有些其实 胰岛素呢 可以通过特殊处理之后 可以口服进入体内 那具体的技术细节呢 我们还不太清楚 但是已经有这样的产品出现了 不过在高中 依然认为 欧门胰岛素蛋白质 是不能够直接吸收的 这是变一样 C形象 激素只运输给相应的 把器官把细胞 这也不对啊 激素呢 通过体液进行运输 会运输到全身的各个地方 从内分泌件分泌之后呢 可以分布于各个地方 所以作用也比较广泛 持续的时间呢 也会比较久一些 不会只运输给 特定的把器官把细胞的 只运输给特定细胞 什么呢 是反射弧 反射弧非常精确的 点对点的 从感受器到渐渐器 不会到别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C是错的 那ABC都不对 貌似能选D了 对吧 激素在体内含量很少 但仍需要不断的产生 意味着动态平衡 为什么呢 因为激素啊 会不断被灭活 一旦激素发护作用 马上被灭活 所以需要产生新的激素 所以灭活产生 产生灭活 需要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使激素呢 保持一个动态平衡 激素啊 如果太多了 或者呆少了 都会有问题 都会导致啊 代谢啊 稳乱 对吧 这是第六题 那DCT看到三种 高中特别重要的物质 一个是酶 一个是激素 还有一个是神经地质 其中后两个啊 会比较接近 因为它们是 一个体液调节的信号分子 一个神经体液的信号分子 只是调节啊 代谢啊 传递信息 并没有参与到代谢的公众 所以它俩会比较相近一些啊 呃 但是铭呢 是一个参与代谢的 它是一个催化剂 在细胞内直接起到催化的效果 促进反应的进行 所以铭本身呢 和激素 神经地质 具有本质的区别 很多地球员考 它们的化学本质 它们的化学本质是什么呢 这也都不太一样 像铭呢 绝大部分都是蛋白质 但是有少数呢 是RNA 像激素呢 有酸大类 蛋白质类 氨基酸 衍生物类和固醇类 啊 神经地质呢 目前看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分子 都是小分子 没有一个是大分子 没有一个是蛋白质 或者多态啊 都是小分子 不过呢 尽管是小分子 它却是一个包吐的运输方式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包吐可以短时间释放 大量的神经地质 增加信息传递的效率 对吧 那这样一个问题啊 所以第一个A现象 都是由活细胞产生的蛋白质 活细胞产生问题不大 都是由细胞合成的 但是蛋白质呢 是不对的啊 啊 这三个三个里面 都有一些不是蛋白质的 对吧 B现象 都是与特定分子结合 才能发挥作用 这个是对的 美呢 需要和底物结合 催化底物的反应 激素需要和特异性 视力结合 来发挥信号传递的功能啊 神经地质也是一样的 需要和突出后膜的 特异性受力结合啊 来发挥特定的功能 所以B呢 是正确的 新颜想 都运输对把细胞 才能发挥作用 没有什么把细胞 没没有把细胞 没在细胞内发挥作用 起到催化的效果 激素呢 需要运给把细胞 啊 神经地质呢 是运输给突出后膜的啊 所以这个里面 都运输给把细胞是错的 第二个项 都是具有信息传递 作用的特殊物质 激素酶是信息传递功能的物质 是信号分子 但酶呢 不是一个信号分子 没是一个催化剂 所以答应该选B啊 那第八题 这个题呢 就是一个图示的题目啊 这种题 其实一般的命题方式 就是给一个图啊 通过图来判断一些 基本的信息 结合科本知识 结合题目信息 构建一个新的模型啊 进行解决 这个第一是一个什么模型呢 如果为人体激素 作用于把细胞的 两种机制示意图 嗯 大家看啊 这是激素A 这是激素B啊 写点上吧 说法错误这是 怎么去发挥作用呢 大家看激素A 它很厉害 它直接光进到细胞里面去了 所以它一定不是一个蛋白质 一定不是一个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的受体啊 一般在细胞膜的表面啊 它在细胞内部有受体 所以应该是氨基酸衍生物 或者是固醇类啊 也就是说甲状腺激素 身上腺素 这样一些氨基酸衍生物 或者性激素 这样一些固醇 然后呢 和受叠就更厉害 光进哪了 这是哪里啊 这是细胞壳 是不是看到有双链的DNA分子啊 在这里呢 它是促进了经营的表达啊 可以转路或者mRNA啊 翻译或者蛋白质 从而调解生理效果 所以激素A的基本作用就是 通过细胞内受体的结合 调解经营表达 控制细胞的代气啊 调解细胞代气 这些生物说的一般的方式啊 激素一般要调解经营表达的 但激素B呢 比较特别 它的受体啊 在细胞膜表面 这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类激素 蛋白质类激素受理在细胞表面 这个受体一般就是啊 糖蛋白的化学本质 来接收信息 可以干嘛呢 先把ATB水解了 变成CAMP啊 这个必须第二性史啊 第二性史啊 在细胞内可以传递信息 然后呢啊 可以激活蛋白质酶磷磷酸化啊 蛋白质酶磷酸化上 就是一个激活的过程 使它发挥相应的生理啊 效果啊 注意这个激素比较特别 它没有调控精英的表达啊 直接调控蛋白质的活性 来实现生命活动调解的过程 对吧 所以你看啊 激素A激素B 化学本质不一样 调解过程不一样 调解的结果呢 也有所差异 是这个题想表达的含义 然后看应该选什么 A游样 激素A可以表示 异道素或者性激素 激素A的受理在细胞内 可以是性激素 但不能是异道素 异道素是个蛋白质 进不到细胞里面去 所以受理应在细胞末表面 不对啊 B演讲 激素A能够使细胞核的精英表达 这个没问题啊 它确实就进到细胞核里面 促进这个精英表达 来获得相信蛋白质 性影响 激素B的话 原本是最可能是糖蛋白 这个受体B啊 这没问题啊 受体接受信息的 一般都是糖蛋白 糖蛋白才能接受信息 传递一些信息 那定义一下 激素B可以通过激活蛋白激酶 而引起相应的生理啊 效果 这个是 也是题目的一个信息的转述啊 完全来自于题目所提供的信息 你看 蛋白激酶 磷酸化 有生理效果 激活蛋白激酶 发生生理效果 这个描述也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问题呢 B C D都没问题 错误的是A对吧 这是第八题啊 那这关于不同激素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呢 前那种提醒啊 都还比较友好 对吧 无论是沃泰默斯大林贝利斯的实验 还是呢 关于激素的基本原理 都比较好理解 比较好进行梳理 那比较麻烦什么呢 是第三种提醒 激素的分类和功能 这个其实也不难 但是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种类太多了 它的功能太复杂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 常规的激素功能 如何能记住 就是通过分类啊 归类经济 对吧 生长发育 谁促进生长 谁促进发育 如何促进生长发育啊 这个稳态平衡 对吧 这个体温平衡 水源平衡啊 血糖平衡 有哪些激素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以最后一个就关于这个 分级反馈 这口最多 分级谁到谁促进谁 反馈谁抑制谁 把过程理清楚 实际上有这样一些基本知识啊 在适当的做题目的训练 这一块也不难歧视啊 我们说第一题 关于甲状腺激素的去除错误事 大家注意 甲状腺激素就有哪些功能呢 注意 它有三大基本功能 第一呢 在生长发育中 可以促进生长和发育 而且注意这个发育非常重要啊 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 如果它区乏化会导致呆小症 小到不重要 但呆很麻烦 对吧 它神经系统会有问题 所以导致智力发育啊 欠佳啊 那第二就是啊 促进细胞代谢 这干嘛呢 这可以啊 增强细胞代谢强度 产生更多热量 来维持体温的平衡啊 体温呢 会比较平衡一点 那如果是增强代谢呢 这个人也会代谢比较旺盛 体温呢 会比较高一些啊 这甲抗的一个形状 那第三呢 就是它能增加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啊 既然能促进神经系统发育 也能增加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就特别嗨 对吧 甲抗呢 一般是啊 情绪比较暴躁 易怒的 就是来自于甲状腺结束过多的结果 除此之外呢 甲认识作为很重要 它参与到分级反馈的过程中 下丘脑分别的TH 可以促进垂体分别的TSI区 可以促进甲状腺分别更多的TH 再反过来 可以抑制前两者分别 分级和反馈是重要的制定 考试特别少考 而这个呢 就刚好又是甲状腺结束 所以其实这样一些关于甲状腺的支持点啊 是一个综合 又分配到不同的模块里面 大家分开去理解和记忆呢 可以帮大家更好的掌握知识内涵 那么看错误的选哪一个 A形象 健康人体甲状腺结束分泌增多时 基地耗氧和产热都增多 为什么呢 增强细胞代谢这个功能 细胞代谢比较强了 耗氧肯定增强 对吧 产热肯定增多 A正确 B形象 缺点导致甲状腺肿大 这个缺点啊 需要点原子 如果没有点呢 他又不能被合成 谁挤了呀 他俩挤了呀 是吧 赶紧给我产生啊 我需要足够的甲状腺去做 现在不够呢 我要促进你 但是巧妇难为五米直吹 没有点 不能被合成 对吧 怎么办呢 我就使劲出去 对吧 天天打电话催他 赶紧出进啊 他又很疯 他又疯掉了 对吧 细胞实际增值啊 获得很多的细胞 获得很大的一个甲状腺啊 出现地方性甲状腫 就是甲状腺肿大 或者大脖子病啊 依旧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点是吧 所以这是呢 就不能够 就没有办法啊 所以这是通过什么 反馈调节机制 发挥作用的结果 没有问题 反馈调节啊 就TH和TSIG的过两分泌 促进了TH的产生啊 病呢 也正确 来他问错误的 到底哪一个错 来看C选项 他说促甲状腺基础 作用于甲状腺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个促甲状腺基础 是分级的第二种基础 TSIG 可以促进甲状腺 分泌更多的TH 甲状腺基础 则作用于激活全身的细胞 为什么呢 它增强细胞代谢啊 每个细胞都能接受它的刺激 然后使自己的代谢变得更强一些 没有问题对吧 那么第一项 学中甲状腺基础水平降低 会引起甲状腺基础释放 激素减少 甲状腺基础水平降低 那TSIG不够的话 谁谁会增多啊 TH和THIG会怎么样 会增多才对啊 不应该减少的 所以上促甲状腺基础释放基础 和促甲状腺基础都会增加 而不应该是减少 所以这个题呢 是应该选D的 对吧 这是关于第九题 你看这里考一个基础功能 可以考这么多啊 就可以考方方面 和它相关的点 底下需要理解和记忆的 更加透彻一些 来第十题 这对关于人体内分泌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的叙述 错误这是 结构功能可能考了 好几种基础 A选项 甲状腺基础增多 能使积累耗氧量和肠氧量增加 刚刚考过没有问题 是增强细胞代性的一功能 那还有什么效果啊 同学们 它会非常易怒暴躁 对吧 促进这个 神经性的兴奋性 对吧 也是它的一个效果啊 B面向 促甲状腺基础 只作用于垂体 这不对啊 垂体是分泌这个基础 作用于什么呢 作用于甲状腺啊 不是垂体啊 不是作用于垂体啊 垂体分泌的啊 所以这个B错的非常明显 答应该选B啊 来 C想生长激素可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和骨的生长 生长激素促进生长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 蛋白质合成更快 可以促进细胞的分裂啊 骨的生长 可以让人长高 这是两个主要方面 没有问题啊 来定义下 卵巢分泌的雌性激素啊 主要是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 第一性征和生殖发育 直接相关的 对吧 就是那个什么 生殖器官的发育 和生殖细胞的形成 和生殖发育 直接相关的 另外还有什么 激发和维持第二性征 和生殖发育 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 有一点关联 可以促进啊 维持第二性征 可以维持什么啊 猴节啊 嗓音啊 这个胡须 胸啊等等 各个方面的性征 对吧 雌激素可以让 女性的皮肤更好啊 没有胡须 没有猴节 声音比较细一些 胸比较大一些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所以第一正确 答应该选B 这是第十题 来 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考了一个激素的一个 也是不同激素的功能了 细胞一 有个箭头进来 对吧 细胞二 有个箭头出去 对吧 这个就说明 细胞一是一个内分泌细胞啊 可以分泌一些激素 通过体验运输 作用于细胞二 对 这是内分泌细胞 是把细胞 应该怎么选呢 选项 如图一 如果细胞一 为甲状腺细胞 分泌呢 就是甲状腺激素 则细胞 能不能是垂体细胞呢 它能不能作用于细胞细胞呢 还可以 这也是分级反馈的一部分 对吧 TH作用于TSH 作用于TH 然后呢 是甲状腺细胞 分泌TH 回头抑制前两者的分泌 它俩呢 都是TH的把细胞 当然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TH正常的胜利功能 如果作用于别的细胞 是促进的啊 促进细胞代谢 对吧 促进细胞 产生更多热量 但作用于它俩呢 是抑制的 抑制两者产生更多的 相关激素啊 所以这个其实作用于不同细胞 还有不同的效果啊 那我们可以猜测 可能和受体啊 和它的相关调控机制 会有关联 对吧 所以还是正确的 并且像 若细胞依为下胸脑细胞 嗯 它可以分泌好多种激素 则细胞可以表示 甲状腺细胞细胞 这就不行了 大家注意啊 然后下胸脑分泌的激素呢 包括了抗力尿激素啊 还包括促 甲状腺细放激素 抗力尿激素 作用于肾小管和脊胞管 啊 促甲状腺激素 释放激素 作用于垂体 好像是没有甲状腺的 所以这个B呢 有问题啊 它所分泌的激素 和甲状腺 几乎没有直接的关联 有间接的关联 对吧 它是分解的第一层 它是分解的最后一层 就因为隔了一个垂体啊 所以没有直接关联的话 不能表示甲状腺细胞 比错啊 来 试验一下啊 如果细胞E为胰岛B细胞 那分泌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起到什么效果呢 降低血糖 有以鸡细胞和肝细胞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鸡细胞和肝细胞 可以吸收泡糖 变成鸡糖原或者肝糖原 对吧 所以鸡细胞呢 可以作为胰岛素的受体细胞 没有问题啊 来定义一下 如果细胞E为垂体细胞 这些细胞可以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 也可以分泌啊 生长激素促进生长 那则细胞可以表示 甲状腺细胞 这没有问题啊 它可以促进甲状腺细胞 分泌甲状腺激素啊 所以列正确 答案呢 就应该选B 这是第11题 来12题啊 12题是一个分泌反馈 非常常规的过程 最后呢 是甲状腺激素 所以这应该是 下丘脑分泌的 促甲状腺激素失望激素 这应该是垂体分泌的 促甲状腺激素 这是甲状腺分泌的 甲状腺激素 加表示分泌的促进 减表示啊 负反馈的抑制 对吧 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题 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甲状腺激素 正确 B演向 AB物质分表是 促甲状腺激素 失望激素 和促甲状腺激素啊 这个说反了 A是促甲状腺激素 B是促甲状腺激素 失望激素 拿它说法呢 是吧 这个前面是TSH 后面是TSSH 上下等级需要区分的清楚 是吧 就是这个不同等级 还是搞清楚的 不能越级啊 所以这个B呢 错了很明显啊 实际上 E结构的活动 能受甲状腺 甲结构 失望激素 和甲状腺激素调节 也呢 比较厉害 对吧 它上G受甲道调控 野兽B的调控 甲呢 是促进它的分级 并呢 是意识它的反馈啊 所以这个确实 受两者共同的调节 而定义上 学习中的甲状腺激素含量 能反馈 能反馈调节 激素A 与激素B的合成区分泌 对的 负反馈啊 太多了 对吧 前面就要减少一点分泌 它太少了呢 就减少对甲合义的意志 甲合义可以分泌更多一些啊 所以可以调控啊 所以它体应该全B啊 那第十三题 十三题呢 更复杂一些啊 他说这个如图表 是一只成年雄性啊 雄性的 成年的 那很有可能考性激素 是吧 成年人 对吧 对这个性激素这方面啊 可能会比较成熟一点 对吧 这个性激素啊 那AB量激素的含量变化 你看还切了膏碗 我的妈爷啊 把它淹了啊 把它淹了啊 切膏碗 什么激素会直线下降呢 当然是性激素是吧 这应该是性性激素 但是呢 在性激素呢 又注射一个激素 那肯定把性激素注射回来嘛 对吧 所以又回来了啊 所以这应该是性激素的下降 和性激素的上升 然后呢 我们注意到 有一个A激素呢 和性激素恰好问题下满 你少我就多 你多我就少 同学们 这是这是解抗作用吗 解抗 你多我就少 你少我多 性激素好像也没有解抗的激素啊 它不像胰岛素和胰高党素 你升我就降 你降我就升 我们的是含量 这个要相反的 但这个 嗯 性激素好像没有解抗 没有说我要形成第二性症 你要你要 你要我不形成第二性症 然后变态监 这个好像没听过过 所以这应该是什么激素啊 什么激素的含量 可以和性激素恰好相反 那肯定是负反馈 对应的激素 就促啊 性腺激素啊 释放激素 促进性激素啊 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啊 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 促进促性腺激素的分泌 再促进性激素的分泌 当它减少时 它俩急了是吧 赶紧给我分泌 是吧 它俩就会增加啊 当它增加时 哎 它俩就会减少 所以这个A激素啊 不太能确定是个什么激素 但一定是他俩之一啊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或者促性腺激素 那具体是哪个呢 来看选项啊 这个A营养量 A物质可能是由下清脑分泌 可能对 可能非常准确 因为也可能是垂涕啊 都是核达相关的分级调节的激素 A正确 选项 AB都是蛋白质 对的 性激素不是蛋白质啊 这个不对啊 这个性激素呢 AB两个激素啊 这个A激素是蛋白质 因为A激素是粗激素 是旺激素 或者粗激素 它俩都一定是蛋白质 但是B激素是个性激素 性激素是一个固存啊 所以说都是蛋白质 就错了 B不对啊 所以答应该选B啊 试验一下 B变化对A有反馈调节的效果 这是对的啊 线激素含量增加或减少 对粗新鲜激素呢 或者粗新鲜激素释放激素呢 会有一个促进 或者会有一个抑制不同的效果啊 会有反馈的效果啊 所以C正确 而定义下 B物质主要是由高氮分泌的 高氮是雄性的内分泌器官啊 可以分泌相关的激素 雌性呢是由卵巢分泌的啊 雌性是由卵巢分泌的 所以卵巢和高氮是雄性 雌性 它们不同的生殖器官 具有不同的功能 但分泌相近的激素啊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B啊 这是第14题啊 13题 最后来看一下14题啊 14题这个题呢 其实还是一个分级与反馈调节 但这个题呢 它给的这个图啊 就跟这些图不一样 它给的上是一个更大一些的模式图啊 含义是一样的 但是图呢 看起来比较复杂 大家需要理清里面的啊 知识点 以及点一点之间的关系 你看知识啊呀 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 哎 有点眼熟啊 有没有觉得 比如这个神经分泌细胞 就是那个是吧 既能调节神经调节 又能够参与TA调节 对吧 既能够传导兴奋 又能够分泌激素的那个细胞 对吧 在下丘脑这里 分泌一个激素A 就在通过毛吸血管1 将运输 运输给谁呢 垂涕细胞 这里边又分泌一个激素 再通过毛吸血管2 运输下去 给这个甲状腺细胞 没激素C 哎呀 不就是老一套吗 其实还是这么一个图 是吧 只是换一种形式啊 就是换汤不换药 对吧 新瓶装旧酒啊 新瓶装旧酒啊 对吧 就是一个意思 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依然是TRH 来 TSH 和TH啊 他们是有一个分级和反馈 调节机制的 那么A选项 激素C与激素B 在调节过程 变现为解抗 最 B和C怎么又解抗了 B和C没有解抗 B和C是分级反馈 你促进它 它一至我 我们上课讲过这个问题啊 它倒是没有解抗的 解抗要对同一胜利功能 发挥相反的效果 那我 一个是促进TH的分泌 一个是E是TSH的分泌 TH和TSH的分泌 是两个事情 不是一个事情 所以不能叫解抗作用 谁解抗呢 注意A和C解抗 A和C为什么解抗 因为A促进B C一直B 促进B和一直B B呢是一个事情 这样才能叫解抗 所以A是不对的 答案就应该选A 来变相 四位基础B的时候 我要四位解抗 那么对G和A和C A和C有没有影响 四位B不就变多了吗 B变多的话 那这个C不就要变多吗 C多 A不就减少吗 不是应该有影响吗 各位 你四位C会有影响 但四位B没有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四位 明白吗 A和B啊 都是蛋白质 这反正你四位之后呢 会被消化变成氨基酸 变成氨基酸之后 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所以其实这个四位不四位 不影响 所以B是对的 确实不影响AC的含量 你注射就会影响 C影响 含冷刺激时 激素B分泌量增加 这个对的 含冷时体温会降低 为了增加产热 维持体温的恒定 就要增强代谢 如何能增强代谢呢 通过A B C的分级调节 自动促进C含量的增加 这样也可以 所以激素B含量会增加 作用于把细胞后会立即失活 其实我觉得说立即失活不是特别的合适 但是提问不正确的 A错的太明显 所以C肯定对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有瑕疵 但是不妨碍它是个正确的选项 它是会失活的 至于立不立即 其实不应该立即 它应该在发挥调节效果之后再失活 来定义一下 激素A是促甲状性激素释放激素 对了 没有问题 那么在毛血管 一二均有分布 任何一个激素 都会分布在全身各个的地方 因为它可能 虽然不能调节相应细胞的生理活动 但是会分布在这个地方 毕竟体验运输 是可以运输到全身各个不同位置的 对吧 关于这样的问题 第二第三种题 我给的题比较多 这些都是第三种提醒的题 都是不同的激素的对应功能的题目 为什么给的比较多 还是因为这种题目 确实本身考的比较多 我们对于整个激素 结构功能的要求 也会比较多 大家需要深入的理解 和记住每个激素的功能 但是既要有技巧性的技 要规律去技 不要死精被 要注意这个问题 了解功能之后 就要看一下激素的相互作用了 对吧 激素不是单独发护作用的 任何一个生物体 都是由多种激素同时调控 有升高有降低 才能维持恒径 所以这里你们看一下激素的作用 主要是协同和解抗 两种方式 协同是功能相同 解抗是功能相 反而 那你看多种激素调节生物体的 生人体的生理活动 就同一生理效应的是 哪一个生理效果是一样一样的呢 一道素降血糖 一高血糖素升血糖 相反 甲状腺激素和一高血糖素 不挨着 这玩意儿升高血糖的 这个东西不能改变血糖 所以必错 虽然想甲状腺激素和生长激素 这个叫生长 这个叫生长和发育 发育呢 先姑且不论 生长是一起的是吧 所以他们都能促进生长C是对的 它俩是一个协同作用的激素 而另一项 一道素和肾上腺素 这是降血糖的 这是生血糖的 这就是解抗的 这个肾上腺素 其实和一高血糖素 它俩是协同的 但可惜没有写在一块 所以就相同生理效果的 这里应该是A 应该是C 对吧 应该是C 这15 来16 关于反馈调节 分级反馈 有重要的激素和激素之间的一种关系 分级促进 反馈抑意志 无论是分级反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都最终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都不会太多 也都不会太少 除非中间有问题 对吧 所以他说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来A选项 反馈调节 是生物体非常普遍的调节 是对的 于是负反馈 负反馈是很多激素维持恒定的基本原因 多了又减少 少了再增多 这叫负反馈 B选项 一倒数的作用结果 会影响一倒数的分泌 这属于反馈 对的 反馈调节的概念就是 一个系统的作用效果 会反过来作为信息 调节该系统的工作 就叫反馈调节 多了就减少 少了就增多 当然也可能是多了还要多 少了还要少 这叫正反馈 正反馈是不能维持恒定的 负反馈可以维持恒定的状态 B正确 C现象 假状线技术 可以作用于TRH和TSI去 经营反馈的这个题其实很坑 当然你看 我们觉得它可能是对的 因为这是一个反馈 对吧 假人因素可以抑制TRH和TSI去的分泌 但注意 这叫得分泌 它不是直接作用于TRH和TRH 这两种分子的 它作用于TRH和TRH 在H的对应的内分泌细胞 对吧 它作用于下枪 然后垂直影响TRH和TSI去的分泌 不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分子 它不能使它失活 或者是增加它的活性 对吧 所以这个C是不对的 是反馈 是反馈 但不是直接作用于分子 而是作用于细胞 所以答应该选C 第二下 反馈调节对于机体维持稳态 具有重要的意义 没有问题 通过反馈 才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 使它的稳态达到平衡 所以这是应该选C 来 17题 这个题考的比较厉害了 这个题非常神奇 它把五种激素的功能 做了一个比较 让你判断不同激素的功能 用功能反推激素的种类 包括甲状腺激素 肾上腺素 胰岛素 生长激素 和胰高血糖素 等五种激素 ABCDE表示其中一种 读中 BE是结抗的 别的都是协同的 来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 这就是ABCDE 找关系 对吧 找它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大家注意 它说DE是结抗的 别的之间都是协同的 所以就一个个找 对吧 大家先找结抗的 来 大家看一下 这些激素里面 就一对是结抗的 哪一对 就是 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 一个生血糖 一个降血糖 它那是结抗的 哪些血糖 它们在不同的方面会有血糖 比如说胰高血糖素和胜上腺素 在胜高血糖上是血糖的 胜上腺素和甲状腺激素 在增强代谢上是血糖的 甲状腺激素和生长激素 在促进生长上是血糖的 所以这样可以把它整个都写出来 大家看这个图 来 他说DE是唯一一个解抗的相关的激素 所以DE应该是一个胰岛素 一个胰高血糖素 从胰岛素和别的激素都没有血糖 只有它一个降血糖 所以胰岛素应该是E 而D应该是胰高血糖素 胜高血糖 它跟谁血糖呢 它在身高血糖上和肾上腺素血糖 而肾上腺素在增强代谢上和甲状腺激素血糖 甲状腺激素在促进生长上和生长激素系统 这样可以把A B C D E写出来 如果能快速写出这几个激素 就叫我们扎实的掌握 从功能归类上对不同激素的理解 是吧 来看题目 A形象 A C E分别代表的激素 A是生长激素 对 C是生长激素 对 这个E是胰岛素 对 A没有问题 B形象 D激素就是移高血糖素 最主要的作用部位器官是肝脏 是肝脏 它的作用器官之一是肝脏 这个没有问题 它如何升高血糖 主要通过肝糖源的分解和非糖物质转化 肝糖源的分解主要作用于肝脏 对吧 非糖物质转化主要作用于脂肪细胞 让脂肪细胞把脂肪转化为糖类 所以B其实也没有问题 C选项 切除下胸脑和脱体之后 对哪些激素影响比较小 它说一个是A生长激素 一个是B甲状激素 对它影响非常之大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下胸脑呢 它是通过促甲状激素 释放激素和促甲状激素 对吧 总可以促进B甲状激素的分泌 就是分析和反过的过程 影响非常大 而A生长激素 直接就垂体分泌了 你切了就没了 所以C切除的非常明显 它俩切除之后 对它俩影响是最大的 不是最小的 对谁影响比较小呢 对以高血糖素 胰岛素反倒是影响 可能会相对比较小一点 像血糖平衡 虽然和神经会有关系 但主要靠激素来进行调节 所以这个C是错的 答应该是C 来定义一下 AB两种激素在生长发育的方面 就有协同作用 对生长和发育 从A次动生长 B次动发育 没有问题 大家注意 生长素只要促进生长的 这个细胞 假装性素 主要促进发育的 不能生长 就是呆小 这个诸如 不能生长和发育 就是呆小 大家还是有一些本质区别的 注意继续区分 不过呢 确实就有协同 确实都是促进 生长和发育 这个方面的 所以D也正确 这个题应该选C 来 最后一个题目 第18题 他说大豆 还有大后 翼黄酮 最其实性激素 也是一种 酮类物质 它这个叫翼黄酮 所以会比较像一些 其分子结构呢 和人体的磁性激素 会比较相近 其中人体之后呢 可以发挥微弱的 磁激素效应 所以我大概能理解 为什么现在 这个很多男生会比较 嗯 你们懂得那种状态 是吧 嗯 会比较 嗯 对吧 这个因为可能体内磁激素 比较多一点 吃豆子吃太多了 对啊 然后下列有关大豆 翼黄酮 最用的推测 这个错误的是 这种激素 我们可以称之为激素 类似物 就可以当成激素嘛 既然它起到和激素 相同的效果 就把它当成一个激素 来发挥作用 只是呢 它人体外界摄取的 而不是体内自己产生的 应该选什么呢 第一个 能与人体磁激素受体特意结合 这是肯定的 如何通过激素来传递信息 就是和受体结合 那既然可以发挥激素的效果 就应该和激素的对应受体结合 A正确 并认一下 可以缓解磁激素水平降低的状态 嗯 如果是磁激素水平降低 一般什么时候呢 一般是更年期的时候 更年期磁激素水平下降 所以会比较暴躁 对吧 更年期等一下能懂的啊 并也没有问题 这印象可能最容易相信到了 磁激素受体啊 这个还是受体的问题 没有问题啊 这个A是受体 C是受体 可以作用于一个相同的受体 而第一印象 会引起垂体分泌更多的 醋新鲜激素 性激素啊 对于醋新鲜激素 是一个抑制的效果 当性激素增多的时候 对它来说只能是抑制 而不能是促进 所以不能够引起更多的分泌 而应该引起更少的分泌才对 所以答应该选D 这是第三种题目 那么这三种题目是关于知识方面考察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做到现在 我们还是整体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题目都不难啊 那么最后这种题目呢 会可能具有些难度啊 就是激素的实验设计 那么之前说过高考呢 特别喜欢考实验设计的 而实验设计呢 作为一种重要提醒啊 考的呢就比较复杂啊 比较难写一些啊 所以我们需要在平时的学习中 逐渐击积累一些解决的方法啊 像实验分析最基本的 分析变量 分析断正对照 和分析结果结论 就是最基本的 那么这里呢 也通过激素呢 来看两个简单的题目 因为我们对激素的学习 还不够的深入 对于实验的分析呢 更不够深入 所以我们简看两个简单的题目 这么今后的学习过程中 会不断的去拓展演出 更多实验相关的题目 来看第十九 十六题 抽了探究啊 某化工原料 对于动物生殖机能的影响 某实验小组 寻取了中国鳞蛙进行实验 实验如下表所示 据此分析正确的是 得要注意 这个材料取得是熊蛙啊 这是五官变量保持一致 分两组 一组甲组 一组甲组呢 添置了含物质A的水底精神饲养 然后呢 检测的因变量 就是这个经潮方向美的水平啊 还有经潮制片的影响啊 经潮制片 经潮制片之后 可以看到生殖细胞的状态 看细胞正在分裂的状态 那注意 那这个实验的变量是哪些 自变量 因变量分别是什么 这实验的对照是怎么去设计的啊 这个实验的结果和结论 可能出现什么结果呢 来三个问题 第一个对照 对照其实这个变量啊 变量其实非常简单 它是取某种化工原料 看这个化工原料的效果是吧 所以应该是啊 自变量就是有没有化工原料 对吧 看这个对 是因变量升值机能的影响 对吧 是自变量因变量 那这个对照就很少设计了 这个甲组呢 是添加了物质 那一组没有写 是空出来的 一组怎么做 那保持相同的水体 然后呢 不添加啊 物质A 就OK 对吧 所以甲义呢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自变量啊 那因变量是什么呢 检测一个是嗯 经潮防香化煤的水平 它大概能体现啊 升值机能的一个 一个一个能力吧 包括经潮的制片 对吧 可以看解数分裂状态 也能体现升值机能 这关于实验的对照 这是实验组 这是空白对照组 这是自变量 这是因变量 那结果和解论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结果的话 观察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通过选项来进行一个判断 看A选项 对吧 这个 以组呢 为空白对照组 对的 没有问题 应该添加 无添加物质A的 嗯 不添加物质A 这个实验实际也正常 但是蒸馏水 这就不行了 蒸馏水会严重影响 熊蛙的生长 蒸馏水 这个这个水体呢 是一个无关面量 需要保持一致 你实验组用正常水体 你知道自己得用正常水体啊 蒸馏水连氧气都没有啊 这是会导致青蛙死亡的 所以这个肯定不行 A处在这个地方 来 B选项一下 对精巢 制片进行净件时 可以给云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 放在精子发育 是否正常 对的 精子的发育 需要经过紧数分裂 由不同形态和数目的精子啊 这个初级精目细胞 次级精目细胞 精细胞出现 那如果这样一些 染色体的形态数目出现异常 就证明呢 影响了精子的发育 并没有问题 C型样 如果甲族的精子发育异常 比例显著高于一组 则推测呢 甲族熊蛙 磁性激素水平低于一组 第2组为什么我提到磁性激素呢 题目给了一个提示啊 为什么检测防香化酶 防香化酶能促进 熊激素转为磁激素 哇这个好可怕 有熊激素 别人磁激素 本来这个熊蛙 过来变成一个太监 对吧 所以这个很可怕一个事情啊 导致精子发育异常 那么大家注意 如果是发育异常比例 显著高于一组 那么说明防香化酶呢 应该是比较多的 防香化酶能把熊转化日词 所以熊会减少 而磁会增多 所以磁激素水平 应该是高于一组 而不应该是低于一组的 所以c是错的 那地点下 如果加一量度 实验没有任何的显著差异 则说明a物质 对中国磷瓦的生殖技能 一定无影响 一定吗 也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够 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呢 其他一些因素 其他一些方面的 可能质量是正常啊 比如这个防香化酶 以及这个经浄正常 但是会有其他的方面的异常 所以其实并不信任 一定无异常 我们还需要等过 再进一步的实验 就是延长实验时间 或者观察一些其他因变量 来确定对生殖技能有影响 对吧 所以题其实D呢 说一定是太过于 绝对的一个说法 并不能通过这个实验 直接得出 所以答应该选D选项 这是第19题 那最后一个第20题 这个题其实也不难啊 这个题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实验设计 他说体重相近 发育正常的 加一饼三只小狗 三只其实不太好的呀 注意啊 就我们做实验呢 一般有一个 平行重复原则 多做几次啊 预防出现偶然的误差 所以应该取三组 每组多只啊 多只之间呢 做相同的操作啊 看他们的结果呢 是不是都一样的 这样才比较合理 取三只小狗 万一狗有病怎么办 万一狗死了怎么办 回应下我们的实验结果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合适 但题目这么设计呢 倒也没办法是吧 只能按照题目的设计呢 一一往下去推了啊 推对甲乙狗呢 分别做不同的手术处理啊 丙狗呢 不是丙狗 这个很奇怪啊 丙狗是控拍对照啊 你看生长激素是6正常 甲 专心度是3正常 6和3 代表正常的一个指标 对吧 那甲乙做了什么手术呢 甲呢 生长激素差不多 但是呢 甲专心度大点跳 说明切除了甲状腺啊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 切除了醋 垂体或者下胸脑啊 减少醋激素 是有可能 但主要呢 还是应该是甲状腺为主啊 我们主要考虑 甲状腺激素 这样一个器官 那对于乙狗呢 甲状腺比较正常 但生长激素大量减少 说明切除了垂体 这么一个器官啊 垂体是分别生长激素的啊 所以看A选项啊 这个错误的选哪个 甲切了甲状腺 乙切了垂体 问题不大啊 边向甲正常发育 乙发育停滞 都不能正常发育啊 缺乏任何一个激素 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和发育 缺它呆小吧 这个猪如 缺它是呆小对吧 所以这个甲发育正常是不对的啊 实验项 比方做空白对照 生长发育正常 这个没问题 它没做任何的实验操作 来地面项 生长激素和甲正激素 均由内分泌线产生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激素呢 都是用内分泌线 或者内分泌细胞产生 是重要的一种啊 系统叫内分泌系统 可以调节稳态的平衡 所以应该选B啊 当日题我觉得 有一点还有一点 不太严谨的地方啊 咱们上课也说了哈 就做手术呢 甲乙都做了啊 一个切甲状腺 一个切垂体 但是丙 其实大家注意 要不要做手术呢 对吧 我们正常的对照设计啊 丙其实还是要再做一个手术的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手术 主要就是因为 丙呢 虽然不要做任何切除啊 不用做这个垂体和甲状腺的切除 但是呢 这手术本身会不影响实现结果呢 手术会导致某些激素含量减少的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问题是吧 所以丙呢 就要切一切对吧 把皮肤拉开 假装给它做手术 然后给它缝上去 实际上不切 才是更好的啊 更合格的空白对照的设计 OK关于这个问题 这几个讲的题比较多 但难度比较低 那么希望这几个的讲解 可以进一步查丘不漏 帮大家把这块知识呢 理清理透啊 记得更加牢固一些 那么下一讲呢 咱们讲一下神经体液的区别 这一讲呢 是关于一些平衡调节过程的具体描述 那么下一讲啊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 拜拜